年龄学书十七岁的小庆和康德 一个是北京人 一个是河北人 火车上的邂逅 让两人心生爱意 三年前 小庆离家独自到天津工作 康德给予了物质上极大的帮助 随后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小庆听从康德的安排 辞去工作 生活在康德为他租来的家中 在两人恋爱期间 康德每个月给小庆固定了支出 却不定期地出现在小庆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退移 小庆对康德的依恋日益浓烈 随之提出了结婚良求 可是就在三个月前 康德留下一张五十万元的银行卡之后 消失在小庆的事业中 那么小庆神秘的男友 会出现在今天告白的现场吗 真实的情况可能还是需要双方来讲述 我们非常希望康德今天能够来 非常希望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也非常希望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接下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如果康德今天来了跟你说 这三年来之所以不跟你结婚就是因为我有家庭 因为愧疚给了你五十万 所以你现在要退出我的生活 可以吗 我退出他的生活 好 我们为他鼓个掌 第二 如果康德确实是单身 但他只是不爱你了 五十万同样作为补偿 要你退出他的生活 你怎么做 我不要补偿 五十万补偿什么样 买我的青春本 不可能的 那你退出他的生活吗 退出 也退出 好 有志气 再给伟大鼓子掌握 还有 如果是第三种原因 就像李嘉里所说的 康德跟你说 因为事业上出了问题 他现在是个穷光蛋 甚至在外面负债累累 那五十万是他仅有的钱 他非常抱歉 他现在给不了你安逸的生活 他要退出你的生活 让你去寻求新的幸福 你怎么做 我不要他这五十万 我连之前他给我的 每个月一万块钱的生活费 我都没用 我直接都还给他 你都存着吗 对 我都存着呢 我用的是我自己 以前上班正的钱 所以你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会跟他一起渡过难关 如果他同意的话 把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我自己偶尔领 我也是 温暖av 什么 我们真好 我们感悉 既期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